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难走的路 以后会得到更多 这句话是玄冰入伍时告诉记者的 当时玄冰正在进行艰苦的训练 记者问他 这样不会很辛苦吗 玄冰回答 比起轻松的路 虽然现在走的路很辛苦 但以后会获得更多 玄冰人生哲学三 演员被骂 应该越早越好 玄冰接演朋友我们的传说时 周围的人曾经有过质疑 觉得玄冰不适合这部戏 但玄冰非常想演这部片 他选择相信自己的心 玄冰 作为演员 我觉得被骂这件事越早越好 在我还血气方刚 在我还对演技有热情的时候骂我的话 这些批评会成为正向的力量激励我 玄冰人生哲学四 不需要害怕粉丝脱粉 有记者问玄冰 如果粉丝脱饭该怎么办 玄冰的回答真的超级帅气 玄冰 我会用更好的作品 让大家重新看到我 玄冰人生哲学五 什么是幸福 玄冰对于幸福的定义也很妙 我认为即使很靠近 但却不是那么容易接触到的 我一直想要 却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玄冰人生哲学六 努力是能被看见的 不想让关注他的人后悔 玄冰一直都是很理智 他觉得人气名誉都只是一瞬间的事 只要再出现下一部爆红的电视剧 这些关注都会消失 所以玄冰从来不看重收视 玄冰 在所有采访中 我都说我不重视收视率 不是因为我不努力 而是因为尽了全力才这么说 玄冰 我不想让关注我的人后悔 我也不想让大家在看我的作品时觉得我没有尽全力 我觉得努力是看得见的 无论电影或电视剧 都不想让大家觉得我是在随便演 玄冰人生哲学期 大家下一次看到的会是演员玄冰全新的面貌 之前玄冰为了粉丝见面会 特别去练习钢琴 玄冰说 想要报答大家对我的爱 也想期待下一次见面 我要努力的准备每一个明天 玄冰 跟大家见面后 又会有新的选择在等着我 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选择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是大家目前没有看到的 演员玄冰展新的面貌 玄冰的个性真的非常理智又成熟 这些话不但能感受到他对演戏的热情 也能感受到他是个一直挑战性事物 不满足于现状的演员 期待演员玄冰下一部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